妻子突然离家出走 媳妇儿 媳妇儿 我们家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走吧 怎么了姐 曾经的恩爱夫妻 却遭遇信任危机 到现在她还在这撒吧 我有证据你看看吧 为了这个承诺 我能做的 离婚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丈夫坦诚相待 能否让夫妻和好如初 人间真情即将播出 感知生活温度寻找人间真情 欢迎收看 江苏卫视人间真情 我是赵丹君 今天我们节目的求助者 是山东济南的王怀健 王怀健最近几天 觉得非常苦恼 因为他的妻子 带着五岁的小女儿 不久前回了娘家 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 王怀健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想让妻子和孩子回来 但是始终没有成功 王怀健的妻子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会这么生气 以至于跑回娘家呢 受王怀健的委托 我们的编导 赶往了山东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选择摇电视 参与节目互动 提供您身边的故事线索 同时更有丰厚大奖 等你来摇 根据求助者王怀健提供的地址 我们见到了王怀健 并跟随王怀健 来到了他的家中 你看这家里多冷清 自从他走了之后 是啊 那是什么情况 让你的爱人就走了呢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就在一个月之前 他就突然间离家出走了 他也给我发了条短信 说什么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各自过各自 把女儿都带走了 二十八岁的王怀健 和他的妻子王选珍 结婚已有七年 一家三口 一直生活得其乐融融 而这次妻子的突然离去 让这间屋子 显得更加冷清 王怀健多次给妻子打电话 他都不接或者直接挂断 两人之前感情一直不错 从未闹过如此矛盾 这让王怀健感到事情 越来越严重 他决定带上编导 前往妻子娘家 把妻子和孩子劝回来 没有人吗 应该有人 没人开门 开门 你好 怎么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了 媳妇 我们家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走吧 怎么了姐 王怀健本来想和妻子 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结果却被拒之门 面对妻子的娘家人 王怀健有很多不解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 这样对待自己呢 妻子王选真 又是为了何事 而离家出走呢 王怀健原指望是带着我们的编导 可能也许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但我们看到她的妻子 一样是不给面子 那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这对小夫妻 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呢 现在呢 我们就请上 我们今天节目的求助者 王怀健 有请 你好 欢迎 主持人你好 请坐 我们编导跟着你去 一样是你的妻子也不肯见你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觉得意外吗 是啊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感觉是 不仅仅是你妻子对你意见大 他们娘家人 对你同样意见也挺大 包括她姐姐 态度也都不太好 为什么会这样 之前呢 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她这个父母也是反对我们俩 但后来我俩一直 就是坚持在一块 慢慢的就是在一起了 然后这次接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像当初那样了 一直 就是把我轰出来反对我 怎么了 但是这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为什么他们现在又这个态度了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们听这个王怀健的说法 是觉得这对小夫妻感情挺好 即便是有矛盾了也很容易解决 对 但是这一次妻子的反应 是让王怀健特别的奇怪 那在去了他们家之后呢 我们的编导后来也试图和王怀健的妻子 取得了联系 那今天她是否愿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 我们一同期待 我们节目的孙力的解决 着运动 编导后来也试图和王怀健的 决定是一个人的 不是 怎么了 我到底 既然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有什么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有委屈的地方 咱们也可以在这儿把它说出来 好不好 说实话 我今天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俩以后各做各的 咱们还是离婚吧 怎么离婚呢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这样 我们编导跟你沟通 希望你来到现场 是希望能把心理的委屈说一说 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摆一摆 怎么今天一过来就是说要离婚 这离婚说离离嘛 这孩子怎么办以后 你想过孩子没有 其实说实话 我也想了很多 这一次 我真的是没法再跟他生活了 那把理由说出来 为什么 怎么都到离婚这份上了 之前刚刚他跟我说 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成天就想到明星梦啊之类的 家里一点事都不管 一心就想成名 什么成名啊 我什么想当什么明星啊 我什么想当什么明星啊 你还不想当什么明星 天天演什么猴猴的 你说他演什么猴猴的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演他那个孙悟空啊 一天天的就知道演那个猴啊 然后没事有事的就画了那个脸谱在那 瞎逛游 瞎自我欣赏 你说的是演那个猴戏 孙悟空是吧 对对对对 他喜欢演这个 其实我从小就有个这个崇拜这个孙悟空 孙悟空这种精神 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孙悟空 因此呢就是自己一直就是模仿孙悟空 学习猴戏 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这个的 这是从19岁开始练的 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的 这也是偶尔一次机会 就是在外边打工回家的时候 路过老家的时候 正好廖林腾老师来我们聊成演出 从他见了一遍之后 开始痴迷上猴戏了 然后这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是周围平时表演一些小动作啥的 周围的人说 哈 你也挺像猴的 长得挺像猴的 然后我慢慢的就是爱上 平常大家是管你叫什么猴哥 猴王 猴子 猴王之类的 那你后来是什么 专门拜过诗 还是自学成才的 刚开始是自学 因为当时找老师二十多岁了 没人教啊 就是感觉太大了 然后就自己学 但感觉自己学的始终不专业 就是不标准 然后只要听到哪有 什么学猴戏的老师 我立马就是过去了 就因为这儿 我媳妇就是 那你是说你19岁就爱上这个了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演猴王了吧 说实话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是我追求的她 她就是挺有责任感的 跟她在一块也挺有安全的 在08年地震的时候 她在那边就是一眼 非常的有爱心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靠谱 所以就跟她在一块了 但是时间慢慢长了以后 在一块生活了 就觉得她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那个时候你追求她的时候 这可能还是吸引你的其中的一点吧 也算是吧 那为什么后来你不喜欢了 但是你想想时间一长的话 在一块生活 她成天就化那个妆啊 就在那一块这样一块那样的 然后因为孩子之前小 然后她化了那个妆 把孩子都吓哭了 就因为这 我把她那个戏服都扔了 她还跟我大吵一架 哪会啊 之前这个我化上妆 天天逗着孩子乐 她才喜欢我演孙孔呢 这卸了妆后她才哭呢 怎么这样说呢 你们俩说法完全不同 卸了妆 孩子看她这样哭 孩子特别喜欢我演孙孔 照你这么说 你扮上猴子她喜欢你 你把那个猴霜卸了 她就不认识你了是吗 认识认识 其实她就是想我这么些年 没挣钱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吧 极下的矛盾我估计 这个是原因之一吗 是你反对她演猴戏的原因之一 对 因为毕竟有孩子 有家庭了 你得负担吧 是吧 你看啊 你不挣钱吧 你说你还往里倒搭钱 搭那么多 你说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为什么会倒搭钱呢 她拍一些微电影啊 这就往里就投钱了就 不过这点 你妻子说的也没错哈 爱好归爱好 就家里挣钱的事 还主要应该是男人的事 对不对 是 是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 这不马上弄了几部电影吗 我现在就是想把基础打下来 然后慢慢的 我相信以后会好起来的 好 只要是电影越来越好 拍好了 自然也火 也能挣钱 也能养家呀 你觉得是可以拉来赞助的 嗯 我觉得 目标是多少 拉多少 以后肯定拉个 就是二三十万 四五十万的 拍个专业的电影 因为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在做梦 你知道吧 谁给你投啊 你想想 谁会拿着那个钱 让你去砸呀 你说我电影没人稀罕看 我第一部那个游梦 在网上夺火啊 一天点击量就三十多万 然后还上了百度手印 那不错呀 还不知道他是找什么人 给他刷的呢 什么刷的 就是没挣钱啊 就 你觉得他那都是自己拉来的 点击量是吗 谁知道他呀 陈天的在那杀琢磨呢 我就是凭自己的本事 自编自导自演嘛 然后把这个电影传网上之后 就是发现挺大的 刚才我们听到王怀健 对自己的这个作品 微电影是特别有信心的 但是显然他妻子 似乎是非常不看好 那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大家一起来 鉴赏一下 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先了解一下哈 这个是你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是2011年拍的 很长一段时间拍过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不错 你还挺好的哈 我不是太懂 你这表现的是什么 是要说一个什么故事吗 有梦嘛 就是原神出窍 然后回到孙悟空那个时代 穿越 穿越 然后想到这个 几千年前自己应该是一只猴子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是 连做梦都经常梦到孙悟空 你不看好 看他样都走火入魔了 都懒得看他 你们当初就这个 他这个爱好 确实婚后就这个事 其实是发生过 以前就发生过一些矛盾是吧 对 提过 就一直给他说过 给他说过得雇家 先把家维持好了 孩子一出生嘛 要喝奶粉 而且家里一些什么费用啊 都得负担 他根本就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还让我倒贴钱 当时是你一个人在挣钱 对 我就是一直维持这个家 到现在 你说 当初吧 在北京的时候 你说 你说咱俩受了多少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那段时间 不是就一直租房子吗 还租过地下室 你想想那种生活 就简直是太苦了 根本没法说 是 我知道 知道你这一年为我做的太多了 之前你在家的时候也是交声惯影 现在一年打两份工支持我 我也是挺惭愧啊 这不我现在已经想开了 我现在已经找了份工作 这不已经在上班了吗 王怀健带着妻子王玄珍去北京追寻侯戏之梦 但是侯戏表演收入不稳定 夫妻俩北漂生活也异常窘迫 妻子王玄珍的家人也因此对王怀健颇有微词 夫妻二人一直为此事争吵不休 随着女儿渐渐长大 到了入学的年纪 王怀健终于和妻子约定 不再继续表演后戏 如果违反 两人就分开 为此王怀健回到老家 找到一份银行前台经理的工作 你上班 你什么时候上过班啊你 我上不上班 你还不清楚啊 我天天上班下班的 你不知道啊 你天天上下班的 那工资呢 两个月的工资呢 有六千块钱到哪去了 我朋友不是有事吗 他都借给他们了 什么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这要跟你说了 你愿意吗 那你认为 那个没拿回家来的 那两个月的工资干嘛去了 用做什么了 那六千块钱 他肯定是拿去拍他那个头戏去了 我没有啊 百分之百你别在那狡辩了 你是觉得他没有好好去上班吗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一个大骗子你知道吧 到现在他还在这儿撒谎 我有证据你看看吧 什么证据啊 我这天天上班有什么证据啊 那你说的证据是指什么 你看我这儿有一个 有一段录像 我这里头 什么录像 王选真突然要求提供的证据 到底会是什么 这会是他不惜一切大家 毅然决定和王怀健离婚的原因吗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王怀健出来了 哎呦出来了 出来了 黑带子 打出租车好像是 他干嘛去这是 妹妹 他之前跟你怎么说的 他干嘛去今天 他说他上班呢 酒店 他干嘛去 哎酒店干嘛呀 酒店 哎呦 下车了他怎么还来酒店呢 哎呦他走进去了姐夫 我一会去看看去 我跟你说啊 出租车在这儿等着他呢 他应该一会就出来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他怎么还不来呀 他要是真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非得不饶他 别着急先来啊 别着急先看一下 哎呦他出来了 还带一个人 那人是谁啊 哎那不是他堂弟吗 怎么跟他一块呢 他俩干嘛去这是 谁知道他俩干什么呀 姐夫走跟上他 好 快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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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都是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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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好一个王怀健 又干这种事 他两个人都练上了 他弟弟他两个崩了吧 之前他已经承诺我了 就是以后不再演这种事了 他到现在又背着我干中这事 走走走 姐夫走走 不去了 不用了不用了 什么又不用解释 好嘞 走吧 怎么会想到去拍这个 就是什么时候让你对他产生了怀疑 觉得他有点反常 就是前一段时间 两个月之前吧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 他领导给我打电话 说他天天不去上班什么的 然后呢我就纳闷了 他天天的就是早上也是上班时候走 晚上也是就是差不多点就回来 所以说我就和我的姐姐一块去拍他 我看他到底去干什么去了 你看看 就干这事了 那就是你所谓的上班 你之前没跟他沟通一下吗 问问他 我问过他呀 可是他就是一回到家 就倒头就睡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了 那你拍到了这段视频之后 是不是这个让你特别的愤怒 所以就回了娘家 就是因为他对我撒谎 这么多年来 你说我跟他在一块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的 就是图个咱们俩好好的过日子 你说他这天天的骗我 你说你干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呀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有一个堂弟 喜欢这个孙悟空 然后正好呢 今年我们县城举办这个春晚 他报了名了 想通过这个孙悟空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导演对他也挺感兴趣 就找到他了 然后他就找到我 让我帮忙 跟他排练 是这么回事 然后基于这个借钱 其实就是借给他了 因为啥 他得买服装道具什么都没有 他钱花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演 我是在帮他 他还在这儿撒谎 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怎么撒谎了 要不今天我弟弟也过来了 要不让他跟你说吧 信不信有你 你说的是你帮着他演 在猴戏的那个弟弟 对 堂弟 就在下边 在观众席上是吧 那一位 你好 欢迎 来 请坐 主持人好 刚才俩人在场上吵 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 我哥说的都是真的 对不起 嫂子 你也不要生我哥的气 我哥演猴戏 真的是为了帮我 你也喜欢这个 对 我从小也是 看着孙悟空长大的吧 内心里面一直就是也想 我也能成为孙悟空 就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 刚才我们看片子 就是他拍的那个微电影 就是他扮演那个猴子 你嫂子是不太认可 我想知道 从你们这些学猴戏的人的眼光里看 你觉得你哥演的那个猴王好吗 我们都感觉他练得特别的好 我可以说是第一名 孙悟空被他演绝了 其实这个孙悟空啊 是在咱们心目中 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正能量的化身 尤其是在这个 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我也希望就是 能把这个猴王 这个猴王精神传承下去 把咱们中国这个 正能量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但如果真的说 从此不再演猴戏 你觉得可惜吗 遗憾吗 为了我老婆 我这个人也说话算数 为了这个承诺 我能做的 因为呢 刚开始我们从 08年在灾区相识 他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然后呢 一年打两份工 这个白天是干这个饭店服务员 晚上呢 还得摆地摊卖衣服 就从这件事 就是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现在像他这样 对我好的人 根本不可能了 我感觉我上辈子 就是基勒德走了运 能遇到我的我老婆 有心里就是特别感谢他 就会明白了吗 以前面觉得特别 让自己特别恼怒的 就是他对你撒了谎 其实不存在 他确实信守那个程度 没有去演猴王 只是带了一个徒弟 说实话 当初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干这一行 不过现在我们 毕竟也有了孩子 就是今后啊 不管有什么事啊 你都得先跟我商量商量 你别 你别就是单独地去 就像堂弟这 你说你一无一失地告诉我吧 我也 我也绝对不会反对你 我恨就恨在 你不信任我 你欺骗了我 行 老婆 以后我保证 以后有什么事都跟你说 还是那句话老婆 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老婆 谢谢你 谢谢你 那堂弟这次这个晚会 其实我也挺想参加的 你感觉能行吗 你说你也挺想参加的 不是只做观众是吧 就是想跟我兄弟一起 一起同台演出嘛 看能行吗 不行也没关系 其实说实话 你有梦想 我也应该支持你 你这次可以跟他一块儿去 但是以后啊 也得顾顾这个家 你不能扔下 我和孩子就不管了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了 我终于又能演出空了 我们今天这个故事 应该也是一个 关于梦想的故事 梦想其实和现实 往往会产生很多矛盾 如何去平衡和取舍 应该是每个追梦者 以及他们的家人 都要好好去面临 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像 王怀健所喜欢的 那只美猴王一样 应该充满了勇气 不畏艰难 勇往向前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美猴王的风采 好 好 刚亲出了几个腰 又想出了几个梦 吃美光亮 怎么他就这么多 嘿嘿 吃老老粉丝吧 那一个魂也流来波也落 神也发动 鬼也唾唾 大得那狼虫无法无处动 你也不想出了几个梦 他就这么多 你也不想出了几个梦 你也不想出了几个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